脱衣女郎们在舞台上随着狂躁的音乐摇曳深姿 闷热的三福天 女孩们早已大汗淋漓 可看台下的男人们却在酒精和视觉的双重刺激下 又加亢奋露骨 表演完毕后 露露回到后台 聊起一副 把保障的奶水挤到奶瓶里 打算下班回家拿给孩子喝 而门口一双贪婪的眼睛 正在直勾勾地注视着这一幕 露露回头扫了一眼门口的男人 随即便神色如常地继续 毕竟作为一个混迹于夜场的脱衣女郎 对于男人的种种眼光早已司空见惯 下班后 露露拒绝了好板不怀好意的邀约 只想快点赶回家看孩子 然而男友白龙却没有像往常那样来接她下班 露露借着手电筒的微光 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了肮脏杂乱的出租屋 可没想到的是 家里屋门紧锁 任她怎么呼喊 都没有得到男友的回应 电脚从窗户望进去 也只有空荡荡的一片漆黑 当连男友的电话也打不通时 露露突然涌起一股莫大的恐慌 头一次为未婚现运 为突然降生的孩子 为这样一团糟糕的生活 而感到力不从心 她找到跟白龙相识的胖子 想借用对方的手机给白龙打电话 然而胖子却一把将她拉到腿上 上下其手 因为有求于人 露露并未反抗 也许从从事这个职业开始 就注定了被轻视 被践踏的命运 看惯了欢场的虚与威仪 她并不在乎这一时半刻的周旋 可是当电话接通后 白龙听出是她的声音 立刻挂了电话 这才让她彻底察觉出不对劲 也想不通 一直无所事事 靠她打工养活的白龙 到底带孩子去了哪里 在胖子的提示下 露露找到一家叫夜猫的酒吧 此时里面人声鼎飞 男扮女装的夜场皇后娇俏吟唱 周旋在男男女女的戏闹调笑中 露露拿出白龙的照片 挨个询问是否见过此人 大家纷纷摇头 让她去找场中最耀眼的夜场皇后桑妮 露露一路跟随桑妮来到后台 一直等到对方卸了妆 恢复成男人的样子 这才追问白龙的下落 然而桑妮却一副油盐不尽的态度 坚称自己也不知道 直到露露承诺 自己只是想找到孩子 一旦找回孩子 便会给他们自由 不会干涉他们之间的事情 一番思量之后 桑妮动心了 因为她一直渴望 白龙只属于她一个人 因为要去的地方需要坐火车 这一晚桑妮带露了回了自己的老家 那是一个城市边缘的村子 贫穷和破败处处可见 虽然桑妮的工作不体面 但也是家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她像一株肆意生长的野草 游离在人群之外 却在用自己的方式付出和奉献着 露露无暇顾及他人的窘迫 这一晚她心绪难安 不知道明天踏上未知的旅程 结果是否如愿 女人未婚生子 辛苦赚钱养活男友和孩子 可没想到男友却出轨了一个男人 这才发现 原来她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同性恋 夜幕降临 狭窄的火车车厢 充斥着各种各样难闻的味道 为了打发时间 露露跟桑妮说起 跟白龙相识的经过 两人是在朋友的聚会上认识的 她当时只觉得白龙长得帅 然而从那以后 白龙却接连出现在她工作的地方 接她下班 一个月后 她把白龙带回自己的出租屋 就这样两人在一起两年多 还有了一个刚刚出生不久的孩子 可谁能想到 白龙却突然带着孩子人间蒸发 半夜 车厢上的人们都渐渐进入了梦乡 露露却辗转难眠 看着对面的孩子 她又想起了自己的孩子 于是悄悄把孩子带进卫生间为难 回来后 不出意外 遭到了责骂 直到桑妮出面解围 这才避免了一场冲突 下车后 桑妮带露露来到之前和白龙约好的宾馆 然而前台却告知并无此人 露露以为桑妮在骗自己 指责她是个骗人的混蛋 因为连日奔波劳累 此时她只想开间房好好休息一下 直到坐在房间里 露露一直紧绷的心弦才彻底崩溃 男友和孩子失踪 男友是个同性恋 男友的情人骗了自己 一连串的措手不及 打击得她绝望痛哭 然而她并不知道 此时 她心心念念的男友终于出现在了宾馆 白龙把等在前台的桑妮带到自己房间 见到心上人的桑妮 欢喜又羞怯 看着白龙在自己眼前忙来忙去 这一刻的幸福溢于言表 然而 倩看到这一路上露露的辛苦 和对孩子的想念 她于心不忍 于是说出了带露露来到此处的事情 那只白龙挺后大发脾气 一把将她推出门外 此时 露露在前台人员的告知下 也找了上来 你救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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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那儿 冷静之后 露露询问孩子的下落 白龙称已经把孩子送人了 并说这也是露露以前说过的话 露露反驳 那只是自己一时的气话 没想到白龙竟然真的这样做了 面对白龙的冷漠和自私 露露不知该做何感想 也许内心深处 她也知道 孩子跟着他们 寄一顿保一顿的生活 还不如找个安稳的家庭 可身为母亲 她又放不下对孩子的牵挂 两种情绪来回拉扯 一时间 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可白龙却完全不顾及她的想法 给孩子做完检查 确认身体健康后 直接签了协议 把孩子卖给了一对中年丧子的夫妻 这个男人太狠了 隐藏同性恋身份 跟女孩未婚生子后 竟然狠心卖了孩子 想跟情人远走高飞 此时 白龙的选择正是桑尼一直想要的 然而 在亲眼见证了白龙的狠令和自私后 桑尼却突然觉得 这样的人实在配不上自己的一厢爱意 于是拒绝了白龙的提议 决定陪露露一起找回孩子 两人尾随买家来到对方居住地 可确定了门牌号后 露露却犹豫了 身为巫女 她明白自己的处境 根本无法给孩子提供好的生活 可又不舍得 从此跟自己的骨肉形同陌路 这一晚 因为举棋不定 她跟桑尼躲在楼道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 露露被孩子的哭声惊醒 迷迷糊糊中 木埃的本能占据了所有 她不假思索 大声敲门 在对方的疑惑中说道 好白色 是不是有一块疤 对方猜出了她的身份 本想立刻关门 那和露露奋力推散 还威胁着想要报警 为了不把事情闹大 对方最终让露露进了门 终于找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孩子 露露抱着孩子放声痛哭 然而 理智回笼后 看着宽敞明亮的物资 以及给孩子准备的一系列物品 露露意识到 孩子在这里被照顾得很好 这一刻 她再次打消了要回孩子的想法 可女主人却被突如其来的意外吓到了 害怕以后会有各种不必要的麻烦 坚持把孩子还给露露 露露抱着孩子坐上了公交车 车里人群拥挤 闷热的三幅天 催生了各种各样的味道 在颠簸中越发无法忍受时 露露带着孩子下了车 这一次 桑尼没有再跟着 终究每个人都有自己要走的路 她也要继续自己的生活 露露抱着孩子走在街头 明晃晃的太阳肆无忌惮地照着 她茫然思辜 却不知该去向何方 最终 她半蹲着 用手遮挡珠照在孩子脸上的阳光 如果未来不确定 至少在这一刻 她想竭尽所能 担起母亲的职责 闷热的三幅天 生活在边缘地带的小人 每一阵画面都让人沉闷窒息 没人能说清 怎样的选择才是正确 但生活一直向前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 付出应有的代价 但愿经过岁月的挫折和磨难之后 人生终会走向更加明朗的前方 好了 小五今天就多不到这儿啦 亲爱的们 喜欢小五电影都不得的 请点赞转发关注哦 么么哒 下期见咯 下期见咯 请不吝点赞转发关注哦 好